大家好,我是游夏,来看一下啊,这是一个月零三天的一个款 甲片超级结实,不断不掉,然后上面的钻也不掉 然后呢,用这个甲片跟甲片真超级结实 卸甲之前咱们先把上面的钻石给它取下来啊 棉袭子里针钻胶粘的,然后把这个长短先给它剪一下 剪完以后,咱们来用打磨机卸甲啊 打磨机卸甲超级快,甲片还可以二次利用 然后我用的是这款560的打磨机 侧边这个键长按时开关键 然后单按的话是正反转 打磨机是有正反转的 然后咱们正常玉米头卸甲的话呢 咱们用到15000转就行 然后新手的话调到12000转就可以啊 看一下啊,按一下侧边的这个键 它就会变正反转 所以说咱们在用的时候一定要看好正反转 然后咱们来进行一下卸甲 咱们在卸甲的时候呢 一定要让它不要在一个点上去停留 然后让它均匀的往下去滑 然后先从中间开始磨 然后到两侧的话呢 咱们可以就是说 嗯,侧过打磨机来 然后去磨 这样的话卸得非常干净 你们看啊,这个甲片卸完了以后 一点开窍的地方都没有 还可以进行一个甲片的二次利用 真的是,这个打磨机手稳度超级高 然后咱们说一下这个打磨头换啊 咱们在中间这个位置去拧 然后往左边去拧,你会听见咔登一声 然后把这个打磨头拔下来 然后放上这个火箭头 咱们打磨头送一个火箭 送一个玉米头 然后啊,把这个调到05的这个位置啊 调到05来给它进行一个这个去死皮 同样是啊,咱们把这打磨头放平一点 不要去在一个地方停留 然后推出一个小口袋 再用死皮剪呢 把这个死皮剪掉 然后咱们下午的话 给你们做这个秒杀啊 打磨机的秒杀 记得给我一个双肩哦 妈妈的 刹子 太小了 放这一张 我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